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就講講九龍城寨這部電影 他手拍我就沒有去看了 接著有些朋友就說很棒 這部電影無論如何都要看 他在5月1日播放的 我就在5月2日才去看 現在在5月5日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電影看後的感覺 這部電影不是賣廣告 大家真的值得入場看 這部電影站在電影的5個角度去講 首先是編劇 編劇也是一個很靜怒的編劇 是一個順序的編劇 但是在宣傳裡面他沒有講的 我現在想和他補充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九龍城寨都是有些紀錄形式的 就是編劇那裡想用紀錄形式的東西去拍 就不想太過花口 因為如果太過花口就變成風幻片 因為始終九龍城寨都是一個歷史 當然這部電影是由林峰開始的 所以他是比較順序的 這個大家入場看就知道了 都是講主角林峰 諸如此類 遇到一班人 諸如此類 好 接著那個導演那裡 鄭寶瑞導演就拍這些東西都異熟能長 都不用怎樣去講 唯一要講他就是他現在拿捏到每個演員 都有他表演的時間 這件事是非常之好 看這部電影就感覺到港產電影的那種力度 所以真的很值得去看 各位觀眾 去吧 入場了 這件事不是賣廣告 我沒有收益 是你會感覺到這部電影 鄭寶瑞導演他拍得很熱血 剪接那裡也剪到那些鏡頭位 沒什麼滿腸的 因為這部電影也很長的 整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片 其實應該是會悶的 不悶 行吧 這部電影的剪接又是可以 導演又可以 好 那當然不劇透了 那我在入場看 我就抱著一個心態的就是 就是洪金寶先生 當然他這次是做反派 大家也知道的 但是反派得來也不是太壞的 總之所有演員都留一線的 導演做得非常好 廢字很偏激的 那我入場的心態就是 因為洪金寶先生都年紀大了 近期都很多關乎他的身體上面 尤其是對腳 我抱著那個心態就是 哇 正啊 入戲院 洪金寶先生有些打到場面 正啊 這些東西是我想看的東西 哇 拿著一張票 你看到他起腳 哇 踢幾下 都值回票價 這些東西很辛苦 所以我就抱著這個心態進去 看他打到 誰知道原來不是踢幾腳 都踢了很多腳 很多東西 大家拭目以待進去 不要劇透了 這個東西都是值回票價 很專業 是很專業 好了 接著到 先講一下音樂 音樂 音樂它都是有MBS 還有古典樂先生的CD去做 就是看到片尾那裏 電影配樂那裏 我就覺得 現在已經非常之好 因為導演也不想做這麼多花樣的東西上去 但是以現今的角度 配樂就應該要再多一點 現在我覺得是嫌太少 現在這個年代應該多一點配樂 會好一點 還有結尾歌 都很棒 鄧帆文的結尾都可以的 都是一個很正統的結尾 但是都好看 如果配樂多一點就很棒 好了 到那個動畫 動畫 那個搭景那裏 搭景那裏 我就很欣賞 因為現在以現今這個年代 他在達德那個學校 即是那個 所謂很猛的那間學校 搭了很多九龍城寨的景色來拍攝 我是要把手指弓給外景組 即是場景組 嘩 這種搭景真是人都瘋了 大家入場一看的時候 真的要多多欣賞這件事 除了欣賞演員 就要欣賞這個場景的外景組 嘩 這個場景組他做到 那個搭景是真是跟回以前九龍城寨那些大約的東西 他搭回那些行那些東西出來 嘩 那個複雜度很高很高 真是很棒 真的很棒 大家入場只欣賞這件事 又是要多買一次票的 說真的 即是 如果喜歡電影的人 看到這些東西 真的很脆弱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好 然後就到那個 那個 animation 部分 應該先說一個CG 先說一個CG 那個CG就是他模仿九龍城寨上的東西 黑到好處 即是沒有浮誇到出來 這件事就是我小時候 我爸都帶過我去九龍城寨 即是十隻手指數了 即是十隻手指數了 因為他當時有個牙醫朋友 面向著現在東頭村那個位 我小時候他帶我去檢查牙 又有時候走進行那些行那些去看 但是我當時也不明白 為什麼不走進去 就是兜個圈帶我 當時我不明白的 原來現在我長大了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九龍城寨這麼複雜 所以當時我爸爸也沒有認真 帶我進去兜個圈 所以我的印象就在牙醫朋友那裡 還有在牙醫朋友那裡 隔壁有個行行進去 進去的時候 那個感覺對我的小朋友來說 就絕對不是一個享受 就是又不是厭惡又不是享受 因為看到的確是很舊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他也是拆的 看到的確是有他現在背景的那個印象 那些電線是亂曬大龍的 就是我是不享受那個地方 那時候甚至乎是有點害怕 因為都比較暗的 那些行你知沒有燈 就是我爸爸帶我過去的時候 已經是日光日白了 你進去的時候很陰暗的 就是裡面有很多人走來走去的 那時候就來測 那些人我大過才知道 就是有些都是骨瘦如柴的 應該都是一些道友的東西 我記得是有些人在那裡買包的 我爸爸也買過那些包 有一檔是賣餅的 我記得是賣餅的那個是很肥的 所以他這次九雄城寨裡面 也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演員在那裡 哇 對我的touching就好像回來了 就是我小時候的感覺 就是那個身形 那位演員的身形又比較肥肥的 我一看是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這樣 當然他演的就不是賣包 是餅 他那個CG那裡就做到黑道好處 沒有浮誇到什麼了 是 很棒 因為紀錄形式是這樣 好了 到那個燈光了 燈光 那他在宣傳那裡 他又沒有介紹過燈光 沒有什麼介紹 其實很多觀眾我也有看過那些評論 都說 哇 燈光怎麼那麼暗 其實我很理解 鄭姆瑞導演和燈光組的那種配合 就是想記錄當時九龍城寨 是真的這麼陰暗的一面 但是你知道電影又不能太過陰暗 所以他現在用的那個燈光是黑道好處 就是真的有我那時候的感覺 就是比較陰暗的面 比較陰暗的沉沉 那他現在就做到了 就是燈光那裡 我覺得也是黑道好處 不是說一般的商業片很浮誇 就好像荷尿活片 科幻片那樣 應該這樣說 就是不要做比較 因為科幻片就是要好燈光系 你知道啦 就是很Cyber 那這次他的燈光系做到黑道好處 是比較真 就是那個燈光系比較真 那也是好東西 這件事我覺得可以去參賽 就是如果有燈光組的獎 都應該要去比賽一下 就是很棒 那到Animation 就是動畫系的東西 動畫系呢 就是他都做到黑道好處的 就是 比如在九龍城寨的上空有些飛機過那樣東西 那這種東西其實導演都要出來解一下畫的 因為為什麼呢 好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有去過九龍城寨的話呢 其實那個飛機就未必是在那個角度飛的 為什麼呢 那條跑道是在右手邊 就是真是在九龍城那邊 九龍城寨呢 你都看到現在九龍城寨公園就是九龍城寨當年的地方 是偏左了一點點 就不是架架飛機是飛那邊的 就是那個導演呢 其實鄭姆瑞導演都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那這件事呢 就是有些如果去過九龍城寨的人 就有一點反駁位了 那當然 這套片是因為有一個漫畫在背景那裡 那導演又想將一個幾十形式的東西 就配合在漫畫裡面的東西 那麼結合在一起 那當然黑道好處了 那麼它飛機在九龍城寨的上空飛過那裡 應該是 就是我在這裡補一補充就是 就是為了電影的角度的美感 就是電影如果太過幾十的話 不好看的 就是紀錄片 那當然有些詩意 這些就是電影的觸感 就是導演的角度的觸感 那是好的 這件事是做得好的 那麼跟著就 到字那裡 我就覺得 那個展示範片那裡就應該要做好一點 因為如果下一套真的要做好一點 因為現在出來的字是要改良的 因為是很中國式 現在中國式的電影不知道為什麼呢 小弟就覺得美感是不足夠的 因為就這樣打出來那個字 就是一套這樣的影片 而現今的影片就不適合 每一套影片都這樣打出來的 其實你看看外國的影片 韓國的影片也好 荷里活的影片也好 那麼它的字呢 其實是用animation做出來的 這樣就令到那個openning 就比較跳躍一點 就是別人去看一套電影的時候 那個觀感呢 首先其實這種類型的animation 就會令到那些觀眾 是比較用一個開心的角度 去輸入那套片裡 你不要理它 嘻嘻嘻嘻又好 總之它是一個比較愉快的心情 去進入那套片裡面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這件事是應該要做的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是改進一下 就是下一套片 那就更完美了 這套片 好 那音樂方面 那音樂方面呢 當然現在都黑套好處的 如果小弟的意見 就可以在背額那裡再多一點 那結尾 因為為什麼會再多一點呢 是因為它裡面都有一些說話的位置 少許說話的位置都頗長 但是不是很悶的 不是很悶 但是在這些位置 其實應該要加一些暗音上去 就令到觀眾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安靜 沒有那麼安靜 因為如果現今的戲 尤其是這套動作戲 就是你突然間太安靜 就不是一件好事 是的 那這件事如果再改進了它 我覺得是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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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的片尾曲 就像導演所說的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引用到很有一個內心的世界 是的 那麼 正 在這裡又重申一次了 不是賣廣告 各位朋友看到這條頻道的 我沒有收益的 真的不是賣廣告 不是去圈掩 如果各位仍然是住在香港的朋友也好 喜歡九龍城寨這種建築的形式也好 喜歡漫畫也好 入場看 你會有一個香港電影的衝擊在這裡的 那如果 啊 還有一件事 剪接那裏 剪接那裏現在非常之好 黑道好處 如果要改進的話 我就覺得打鬥場面可以長回10%左右 如果長回10% 我們的觀眾會看得更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哇 林峰的身形 為了這部電影很專業 操得這麼正式 其他演員都操得很正式 就是我不點名了 大家入場看 他們的發揮 發揮到這麼盡的時候 這麼辛苦去拍 又發揮到這麼盡 如果我打到場面 因為現在那種剪接 就是用了漫畫形式的那種 即是 Cut shot 我們叫Cut shot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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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一下就結束了 即是這一下就未必代表到 我們香港的武打電影的 最後最精緒的神緒 如果加長多10%左右 觀眾再看多一點他的動作 哇 這樣就更加完美了 好 各位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就去捧場了 我小弟就感覺到香港的電影回來了 希望多一點這樣的電影出現 各位老闆多多支持 就是投資這類型的電影 甚至乎其他史詩 即是我們香港史詩式的電影 努力 是的 加油 一定可以的 香港 即是由谷底上回去 是的 好 各位觀眾看得愉快 下一條片我們再講了 即是我會再講一下電影的東西 好 各位享受 謝謝 Thank you 拜拜 拜拜